有關九二共識 我們從1992年 達成這個共識以來 這是第一次兩岸領導人 彼此在談這個問題 雙方講了這麼多年 第一次在兩岸領導人前面 還原他的真相 再三重複 這是首度兩岸最高層級 面對面談九二共識 為往後兩岸交流奠定基礎 這場世紀性會面 馬總統展現高度 兩岸寫下歷史信頁 我特別強調我說 如果不是有領導人拍板的話 往往基層他有的時候會猶豫 我們一步一步找出求同存異 以前認為不可能的 現在可能了 以前認為做不到的 現在做到了 而且還不斷的往前發展 特別講到我們為什麼不能夠 把它表述到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或者台灣獨立 就是因為我們中華民國憲法不容許 我這一個字一個字都講了 我一點都沒有忽略掉 在這些立場上 我要站穩一個中華民國總統 應該有的立場 站穩立場一共回答14個問題 台灣人普遍關心 大陸撤除飛彈嗎 他們這個部署是整體性的 不是針對台灣人 台灣人民 我想這恐怕是兩岸領導人之間 第一次談這個問題 我至少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直接要求對方降低敵意 那麼經濟發展呢 吵了那麼久的亞投行TPP RCEP 有結果嗎 有 他說我們會以適當的方式 讓台灣參加 很具體 提到了這個TPP 還有這個RCEP RCEP 我都提到 所以我覺得也讓他知道 我們很關心這個問題 不要以誰先誰後來看問題 而應該一起參加 當你見到習先生的時候 你跟他握手的當時的心情怎麼樣 因為我觀察到 你好像還特別把西裝解開了 手舉起來的時候會拉得很緊 就這樣會 沒有別的意思 那會產生誤會嗎 我的感覺是什麼 滿好啊 我們兩個都很用力 兩岸領導人展開世紀性會面 可以說是兩岸關係大躍進 雙方最高領導人 首度面對面 求同存異 尋求成果 希望能達成全民利多 記得台北 正好報導